有合法嗎? 有合法嗎? 沒有 事前沒有告知立法院屬於這個重大議題 密會 優惠 竟然連立法院院長都不知道 所以馬英九政府長期以來 都是知法犯法的政權對不對? 對 他們也是謊言之國對不對? 對 剛剛非常有趣 我請問大家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嗎? 不是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嗎? 不是 台灣是中國 剛剛我沒有喊到 大家喊大聲一點 One China One Taiwan One China 再大聲一點 One Taiwan One China One Taiwan One China 然後呢 馬習慧 就是要把馬英九 框在一種框架 我們同意嗎? 不同意 我們同意嗎? 不同意 好 我說拒絕 大家就喊 一種框架 拒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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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框架 一種框架 台灣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引起很多聯合國的會員 抗議 包括美國 包括加拿大 日本等國家 他們說不說呢? 他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只是中國的立場 我們不承認 連和國的十多會員都不承認 我們會承認嗎? 不 我們會承認嗎? 不承認 今天 馬英九跟習近平 在習近平 所有的 不管是 黑鄉的共識 還是所謂 一種共 一種原則 或者一個中國 或者一種架構下 我們完全不同意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對 好 大家辛苦 因為下面 我們的夥伴 歡迎演講 然後 大家辛苦了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台灣教授協會的 張敬堂會長 我想他特別提到的 九二共識 可是九二